好,歡迎來到HELLO 3 這段影片只是一個 就是 其實就是我想要玩HELLO 3 就是最近想要玩這遊戲 因為我 醫生 喔我其實沒辦法 我最近就是 我還是決定沒有要買HELLO 4來玩 所以 就想說 再來玩HELLO 3 其實我現在比較特別的是 我玩遊戲的話 我就想要把它錄下來 然後跟大家分享 所以 希望你會喜歡我 那 如果喜歡的話 就不要忘記幫我留言 按喜歡 還有訂閱 那 如果你是第一次 找到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 選擇訂閱我的影片 那你們就可以 也會可以持續的 看到我 所性PO的這些影片 或者也可以到我的粉絲網上 去按讚留言 然後 喜歡的話 請不要忘記 幫我留一些點按些喜歡 那 那就讓我們 進入我們這遊戲吧 我沒說過 是他們讓我選的嗎 我可以自行偷選超級戰士 你應該知道 我一直都在觀察 看著你逐定成了我們理想的戰士 跟其他人一個 也很強重 並極度人膽 是天生的領導者 但是 我發現 你有一點 是他們所欲 你 知道是什麼嗎 你知道是什麼嗎 遺跡 不是嗎 不是嗎 不是 今天 我們都在那裡 這下五秒 該死了 他從多高的地方摔下來的啊 至少2公米 保持緊接 一步兵,他的護甲被鎖住了 焦直層應該要吸收大部分的衝擊 我不知道要往上試 呼叫大型吊車過來 我們不能丟下他 嗯,沒錯 嘿,你瘋子,幹嘛亂跳啊 你呀,就不要哪天踢到鐵板 到時候我可不理你 長官,吼他哪人呢? 他在哪裡? 不要隨便對女生做承諾 如果你沒把我做到 他沒跟上 小老師,動作快點 抱歉,長官 你的護甲還沒完全解除鎖定 長官,請看上面 好 現在看下面 很好 報告上市,一切都檢查完畢 小老師,調整完畢了 他可以上路了 陳公子,請看上面 不停 不要緊 我去看上面 你怎麼去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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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瘦瘦的骨啊 他们一定超爱超级战士的味道 第一班你们负责侦查 出发尽量点出声 好吧 欢迎来到 HELLO 3 那HELLO这个游戏我 从小玩到大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玩的第一个HELLO游戏就是HELLO Combat Evolved 就是HELLO 1 应该啦应该可以称作HELLO 1吧 然后我就觉得那游戏真的是非常好玩 那现在我再玩HELLO 3 HELLO 4出来了 我对HELLO游戏的了解 我觉得我可以自称非常了解 因为 我虽然没有玩HELLO 2 但是我把HELLO 2的游戏 过程有整个看过一遍 然后HELLO 1我也玩玩HELLO 3 然后 甚至我有去买了HELLO的 那个 小说来看 对 说不定你们有些人可能不知道HELLO有出小说 其实HELLO出了三集的小说 然后 我看了两集 因为第三集我实在是买不到 所以 那其实HELLO小说的 HELLO HELLO小说和它的游戏搭配就是 第一集的小说 看完之后它的故事内容是直接连接到HELLO 1的游戏内容 然后 HELLO 1的游戏内容再连接到第二本小说 然后第二本小说 看完之后就可以连接到HELLO 3的游戏 所以 其实 噢 天啊 所以其实 我觉得我对HELLO整个系列的游戏 我觉得我还算蛮了解的啦 我自认的我还蛮了解整个HELLO游戏 其实小说已经讲了很多 呃 都会很不知道的东西 像 欸 欸 其实四万党一直都不是唯一一个十八战 其实根据小说来讲 四万党的伙伴并没有死光 其实到现在都 到HELLO 3这个 依照这个故事情的发展应该都还要活着 像一个酷子 可是我不想去拿 不太知道这个酷子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它当然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我 对啊还有就是我可能不会做这整个 我不会把这整个游戏玩完 我只是 这只是一个随机的影片 就是我突然想要玩这游戏 然后就 做给大家看样子 除非就是你们真的很喜欢这游戏 或是你们突然 你们想要看我把这游戏玩完 请留言 跟我说 或是你们就直接帮我多按一些喜欢 那 如果喜欢有一定的程度 我应该就会继续把这游戏做完 所以 基本上就是这样 其实我还蛮想要编完这HELLO的游戏 然后编跟各位 好拿这HELLO 编跟各位分享 这个 我对HELLO的了解 就是我所了解的 到底HELLO 有关HELLO的事情 像HELLO 1的这个小说 其实我比较想跟大家聊这个小说 因为我知道小说大家可能比较少看到 那基于HELLO 1的小说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讲 斯文朗他们是什么 从小孩子的时候就被 被哈尔基博士 其实就是 整个斯巴达计划的推 推动的人 哇 他算安静无声 算了 那推动者 他们从小时候 就把斯文朗他们 从爸妈那边绑架过来 他们绑架的方式很妙 他们的方式是 把他抢走之后啊 复制一个复制人 还给那个爸妈 可是 那个时候复制技术也不是很好 所以 复制的小孩 通常很早就死掉 然后他们挑这个 他们当时在挑人的时候 就是根据基因在挑 像斯文朗的爸妈就说是 呃 知识 教育层数很高 然后拥有不错的基因 像斯文朗 从小时候 他的那个体格 就 就是 比一般人还要好 然后他们 他的头脑也很聪明 这样子 然后他们当初好像一挑 就挑了七十 七十几个人 然后七十二个 七十二个人 获選 然后去接受训练 就是从此之后 跟爸妈分开 然后接受训练 这样 然后 如果有在玩黑暗游戏的人 就会知道 实际上他们都是 有经过生化改造的 超级善事 那 这些生化改造呢 不外乎就是 强化他们的骨骼 然后 呃 增加他们的 势力啊 还有就是 呃 反应度 灵敏度敏捷 然后肌肉组织 什么的 可是这些 这些 呃改造都有后遗症 然后 因为这些后遗症 就是可能会造成 比方说 当你在改造 视力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失灵 然后改造骨骼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 骨骼的那个 呃 呃 就是发 他在发育的时候 可能弯曲 然后造成 就是整个身体就是 变形 可以这样讲 所以 72个人在经过了这一连串的生化改造之后 死掉很多 然后活下来 就是 然后还是完整 就是没有任何的 就是像他们有些同伴就是 骨骼就是变形 所以也没办法战斗 然后 所以像这些活下来 玩死孩子的战斗 就变成了 后来的48的战士 死亡他们 只剩下36人 然后过程中 呃 呃 四次双双 在那个 像Reach啊 如果有玩Reach的人 就会知道 Reach是人类 最 最大的造船长 然后 死亡他们就是在Reach上面 被训练出来 嗯 1048的战士 所以Reach他们老家 然后 Reach后来是被新萌给攻破 那 基本上 社会党的同伴 大部分 有一大很大的部分 都是在Reach上面 呃 牺牲的 但其实 社会党真的 并不是唯一一个 口下 泡泡仿路 哈哈 然后躲在这里面一下 Fuck you Fuck you again Fuck you again 根据小说 社会党 他们其实 社会党真的没有 根据小说的话 并没有像游戏里面这么 这么威啊 就是这么 好像无敌一样 那 对 其实第一集小说 差不多就是这样 就是讲 社会党他们 呃 被挑选 好 这就是 这要卡到一 哈哈 哈哈哈 你怎么有SG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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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